摩西娜 大家好 我是Tony 今天要來聊一聊摩西娜這個主題 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會有讀者私下問我 一個人爬山 又是走比較冷門的古道 會不會擔心遇到摩西娜 那最近我的YouTube頻道 也有一位觀眾問我 關於摩西娜的問題 他還特別說 摩西娜最喜歡找阿伯 所以還蠻關心我的安危的 他這樣說還讓我蠻感動的 不過也有一點點感慨 怎麼說呢 其實我的網站長久以來 讀者的年齡層大多數比較偏高 主要的讀者群應該是40歲以上的中年人 所以他們大多數都稱呼我 Tony大哥或者Tony兄 我建立YouTube頻道以後 第一次有人稱呼我阿伯 所以可見YouTube頻道的這個觀眾的年齡層 應該都是比較年輕 所以對於摩西娜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拍一支影片來談談我對摩西娜的看法 我認為山裡面如果有摩西娜的話 其實摩西娜應該不會喜歡我這種阿伯 摩西娜其實比較喜歡找 年紀更長的阿公或阿嬤們 我就來談一談我親身聽到的一個實際的例子 以前有一年我母親就出門到我們家附近去買東西 結果去了很久才回來 那回來以後她就跟我說 她覺得很奇怪 她買完東西要回家 可是在那附近的巷子繞來繞去 就是繞不出來 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後來遇到一個鄰居 就問她說 你怎麼在這裡 然後她才跟她說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結果鄰居就跟她講說 你家住在前面那裡阿 我母親聽鄰居這麼一說 好像突然醒過來 然後就清楚路了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剛剛會突然 這樣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聽我母親講完之後 我當然不會認為我母親遇到魔星 她只是在我們家附近 人來人往的街上 當然不會有魔星 因為大家都說魔星是在山裡面 我第一個感覺是母親年紀大了 會不會這是失智的徵兆 我母親並沒有失智 所以可能是年紀漸漸大了以後 一些腦部的思維的功能 也許漸漸的退化 或許造成空間明相 或是判斷的暫時性的失能 所以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 關於魔星那的新聞 其實大多數都是發生在老年人的身上 我想原因大概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很多老年人迷路了 然後最後被找到 她也精神恍然的 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迷路或繞不出來 所以人們就說 大概是遇到魔星那 被魔星那帶走了 不過也有一些年輕人 也是在山裡面遇到這樣的事情 就是迷迷糊糊 不知不覺 就迷路 然後繞不出來 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種情形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通常是登山的準備不夠 或者是精神不計 不夠專注 而造成的一個現象 有一年我獨自去爬 雅明山國家公園的黃嘴山 就發生類似的現象 我在爬黃嘴山的時候 必須鑽過芒草路 那時候跟著芒草路 反正就一路往上爬 順利登頂 那等到要下來的時候 才發現 這芒草路還蠻多岔路的 因為路徑看起來都很像 所以不知不覺就走錯路 也是繞了一下 覺得不對勁 幸好芒草不是很高 所以我探出頭來 可以望見下方 我剛剛起登的一塊小草原 那就很清楚的發現 我原來走偏了 然後就一路修正 一邊探頭一路修正 就順利下來了 如果當天我登上黃嘴山 然後天氣突然變了 起霧了 我看不到下面的時候 那我當天可能就會被摩西娜帶走了 因為我準備不夠 我在上山的時候 也沒有沿途綁布條做記號 沒有GPS 一旦發現迷路的時候 那又沒辦法看別方向的時候 那就真的是 真的是蠻危險的 另外一個原因我覺得就是精神不計了 這特別容易發生在長途跋涉 或者是爬山的時候心有所思 對於路況不夠專注 所以有時候就會不知不覺的 在我們原本很熟悉的路徑上 卻誤入歧途 我在山林裡面也遇過這樣的情況 明明知道到了前面的岔路 我要向左轉 可是到的時候我卻實際往右轉 而且還以為自己是往左邊走了 就是不夠專注造成的錯誤 或是有時候正在趕路 所以走得比較匆匆 或是有時候在想事情 精神不夠集中 所以原本應該要取左行的 就變成是我取右行的 那不知不覺就一錯再錯 到最後就感覺好像是遇到 摩西納怎麼會這麼簡單的一條路徑 我這麼熟悉的一個路徑 結果我竟然走錯了 其實問題都出在自己身上 那為什麼台灣一直會有 摩西納這樣的傳說呢 其實我認為原因很簡單 你只要把摩西納這三個字 換成虎姑婆 那你大概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了 我們小時候都聽過虎姑婆的故事 有時候我們晚上草子要出去玩 父母就會說 你現在晚上出去會被虎姑婆抓走 那我們一聽 害怕了 就不敢 他吵著說晚上要出去玩了 其實摩西納就大概是 類似於虎姑婆的故事 台灣早期的山林當然充滿瘴氣 有毒蛇猛獸 因此鮮明進入山林拓肯 當然會有不幸感染疫疾 因此而死亡 或者遭毒蛇猛獸咬死 即使是一個有經驗的獵人 獨自進入山林 也有可能遭到意外 所以先民很自然就會互相告誡 山林裡面有摩西納 所以要特別謹慎 不要一個人隨隨便便的進入山林裡面 因為你可能會被摩西納抓走 其實這背後深層的心理 跟虎姑婆的故事 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 摩西納這個概念的由來 所以我一個人爬山的時候 當然會用心的準備 有些人爬山 他就很隨性 看到一個行程 覺得不錯 然後就報名了 也不事先研究路線 也不事先了解路況 他心裡就想說 那反正我去 就跟著領隊走 有人帶路 我就跟著走就好了 可是一旦爬山的時候呢 走到一半 他又覺得說這行程太苦了 太累了 就決定要放棄撤退 那可是大家都還要往前走呢 只有他要撤退 那反正他心裡就想說 這條路我剛剛一路上來 路況也沒什麼 反正我就照原路走下山就好了 所以他就跟領隊講說 對不起我要先走了 結果他一個人下山 就被摩西納帶走了 為什麼 這條路雖然他走過 可是他是跟著別人走 所以他走的時候 他不會那麼專心的去注意路況 也許一路看風景聊天 那上山的視角跟下山的視角不一樣 上山的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右後方有一條岔路 你可能不會注意到 可是當你從山上下來的時候 他變成是在你的前面 非常明顯的一條岔路 其實他就有可能會走到 那條錯誤的岔路下去了 那岔路走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新的路況 他可能一心慌就容易越走越錯 更何況說 他中途放棄的時候 可能就是因為他覺得太累 精神不濟 所以他下山時候的體能跟精神狀態 其實比上山的時候還更糟 再加上一個人獨行 一旦走錯路的時候 可能更慌 到最後 就真的是被摩西納帶走了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例子來看 我一個人爬山當然我會非常的謹慎 事先當然要有充分的準備 在行走的時候也要非常的專注 注意路況的變化 不過我也不會鐵齒啊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變成阿公了 那我想我也漸漸的不會再一個人爬山了 或許我會邀請我的孫子陪我一起去爬山吧 今天摩西納這個主題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但是摩西納我就不跟你說下次見了 拜拜